蔡强从来没想过 妻子能为了一款新的名牌背包 竟然在哺乳期做出卖奶这种事情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妻子其实也算不上一个标准的拜金女 只是她对奢侈品包包特别钟爱 都说包治百病 蔡强觉得这个词用在她老婆身上 简直太贴切了 那天晚上 将近十二点了 蔡强才躺在床上 累得跟狗一样 她老婆李荣躺在她身边 拿着手机给她看 李荣问蔡强能不能送她这款包包 蔡强一看手机里那款包包的标价要两万多 她一下就火了 问李荣是不是疯了 两万多的包 他们怎么买得起 前两年疫情刚开始时 蔡强和老婆李荣双双隔离在家 大家都懂 每天隔离在家实在是无聊至极 所以他俩决定趁着这个机会造小人 反正也到了要孩子的年龄了 他们俩都是身体健康 精力旺盛 很快李荣就怀上孩子 随着李荣的肚子越来越大 疫情对于企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李荣所在的公司没能熬过疫情 倒闭了 李荣连补偿都没拿到 蔡强还劝慰她 正好可以在家好好养胎 自己来赚钱养家 但是谁也想不到 疫情能够持续这么久 蔡强所在的公司 是一家发展还不错的互联网公司 但是在疫情之下也是很艰难 先是裁员30% 还好她不在裁员范围之内 随后就是降薪 蔡强现在的薪水降到了70% 非常不满意 但也没有办法 她现在不敢离职 一是有老婆孩子要养 全靠她一个人赚钱 二是即便是她现在离职也够呛 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只能是忍着等机会了 现在他们儿子都一岁多了 情况还是没有好转 现如今怎么养个孩子那么费钱了 吃的喝的用的 不买还不行 而且 李荣现在全职在家带孩子 蔡强一个人的工资养家 真的有点捉襟见肘 她先是在下班之后去开滴滴 但是干了一个月兼职滴 并没有赚到什么钱 平台没补贴 疫情反复客源太少 干了一个月她就不干了 但下班之后也不能闲着 蔡强开始在下班之后 开着车在各个小区门口卖水果 去批发市场进货 再到小区门口卖 赚点辛苦差价 也总比闲着强 这时蔡强才真是知道了 当父亲赚钱养家的不容易 之前抽玉西 现在只能抽红塔山了 但是蔡强没有想到 她这样天天努力拼命赚钱 李荣竟然还要张口 让自己送她个名牌包包 蔡强知道她整天在家带孩子也不容易 所以平时在累 回家蔡强也是笑呵呵的 主动做饭干家务 但李荣的这个要求 她真的有点火了 两万多的名牌包 没生孩子之前 她俩都正常工作时 咬咬牙也就买了 可现在是什么情况 自己一个人赚钱养家养孩子 还拼命干兼职卖水果 哪里还有闲钱买两万多的包 蔡强把李荣凶了一顿 晚上在沙发上兑付了一宿 她本来以为她的这次发火 能让李荣好好悔过 暂时放下买包的念头 但蔡强没想到隔了半个月左右 李荣竟然拥有了这款名牌包 蔡强问她哪里来的 李荣说是在网上买的高房款 只有几百块钱 其实蔡强心里是有点内疚的 老婆想要个包都舍不得买 男人做到这个份上也够丢人的 蔡强本想着好好努力 等赚得到了钱 给李荣买个真的 因为长时间的过度劳累 下班之后兼职卖水果 再加上晚上孩子老是起夜 她也睡不好 身体吃不消了 那天蔡强在公司一个恍惚 直接晕倒了 不过好在很快就醒了过来 公司同事送她去医院 医生检查后 说就是过度劳累 让她好好休息 下午蔡强没去公司 而是返回了家 结果她开门之后 发现儿子一个人正蜷缩 在客厅沙发上睡觉 不见妻子 卧室门半开着 里面还传来男女嬉戏娇喘的声音 蔡强轻轻地走到他们卧室门口 眼前的这一幕 差点又让她再次昏倒 李荣坐在床上 韩晴默默地用双手抚摸着男人的头 蔡强拖着疲惫的身子 血气一下就涌了上来 她一脚把门踹开 走进卧室一把就把男人拉下床 使劲踹了一脚 她骑在男人身上 准备继续朝男人挥拳 李荣抓着蔡强的胳膊不让她别打 蔡强骂了一句肩肤淫妇 她想甩开妻子的手 但是妻子跳下床抱住了她 男人说了句 他们夫妻俩是不是跟她玩仙人跳 蔡强这才看清了男人的脸 中年男人40岁左右 穿着打扮都是有钱人的样子 男人趁着李荣抱着蔡强的空荡 把蔡强推开 从她身下钻了出来 男人还很灵活 闪转腾挪的就跑到了卧室门口 蔡强挣脱开李荣 向男人追了过去 这一段时间的劳累怨气 她准备全在这个狗男人身上发泄出来 刚追到卧室 儿子被他们的大声争吵吵醒 骂的一声哭了出来 边哭边翻身 一下子从沙发上掉了下来 掉到地板上之后哭得更大声了 蔡强担心儿子摔坏了 赶紧跑过去蹲在地上 把儿子抱在怀里哄着 检查了她身上应该没有摔伤 毕竟沙发不高 地板上还有厚地毯 蔡强哄了好一会 儿子就是不停地哭 可能是平时整天和妈妈在一起 爸爸哄她没什么用 但这时那个男人早就夺门而出了 李荣套了个体恤 朝蔡强和儿子走了过来 想要把儿子接过去喂奶 蔡强没把儿子给李荣 叫她别碰儿子 别人刚吃过 她就奶孩子 毒死儿子怎么办 李荣说了句对不起 她去洗洗 李荣像是很委屈一样 哽咽着走到卫生间 找来消毒湿巾在自己胸上仔细地擦着 李荣的胸本来就大 而且还特别挺 蔡强之所以追她取她 她这一对傲人胸脯绝对是加分项 在他们恋爱结婚期间 李荣的这对大胸一直是蔡强最喜欢的玩物 而且 等李荣到了哺乳期之后 胸更是长大的下人 他的奶水特别足 儿子虽然能吃 但还是吃不完 李荣每天都长奶 每天都需要吸奶 他也要求过蔡强吃奶 实在是儿子吃不完 他每天吸奶也很痛苦 刚开始 蔡强还是很兴奋的 毕竟已经多少年没有吃过人奶了 但是没几天就腻了 再加上每天工作实在太辛苦 也没有那个心思 李荣只能每天用吸奶器往外吸 每次吸食 他嘴里都发出滋滋的疼痛声 儿子已经一岁多了 到了该断奶时间了 但李荣说母乳有营养 而且自己的奶水这么足 就没有断奶 一直让儿子吃着 再加一些腐蚀 原来不给儿子断奶的原因在这 是给这个狗男人吃 李荣把奶头擦干净之后 走了过来把儿子接了过去喂奶 果然小家伙一把乳头含在嘴里就不哭了 蔡强坐在沙发上蹬着李荣 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了 他叫李荣说清楚 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他俩好了多久了 李荣说不是乐观想的那样 他只是看老公太辛苦了 想减轻一点老公的压力 卖奶水赚些钱 李荣低着头小声的解释 这个人是他在网上找的客户 他只是卖奶水 没有发生其他事 蔡强一下震惊了 问怎么卖奶水 李荣告诉蔡强 他在怀孕期间几次去医院做孕检时 认识的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个拉皮条的 他看李荣的胸那么大那么挺 等哺乳七时还会暴涨 绝对是世间少有的大凶器 是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大凶 而且现在有些有钱男人 有各种特殊癖好 喝人奶就是其中一种 这些有钱男人会出高价约哺乳期的女人 不做爱 只是享受吸食人奶的过程 当时的李荣一下就拒绝了 等到前一段时间 李荣想让蔡强给他买包包 而蔡强没有答应 还朝他发了一通火之后 李荣又想起了这个人 李荣真的特别喜欢奢侈品包包 蔡强和他恋爱结婚的这几年 已经送了他四五个了 而且他自己还在上班时 工资也会攒起来买包 蔡强真的很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对奢侈品包那么钟爱痴迷 那个人让李荣拍了自己胸部的照片 那人看了他账满的胸部 对他说他这个大凶器 一次至少一万块 听到一万块 李荣一下子就愣住了 原来卖人奶还能这么赚钱 他心动了 考虑一天之后就同意了 而前几天李荣那个名牌包 根本就不是房品而是真货 他仅仅卖了三次就赚够了一个名牌包的钱 李荣爱上了这种赚快钱的感觉 今天就又约了人来家里 他带着孩子外出不方便 所以干这事 全都是把人约来了家里 而蔡强这一段时间为了赚钱 下了班还要去做兼职 基本上天天不着家 这让李荣有了充足的作案时间 要不是他太累晕倒 下午回家休息 这时他还真发现不了 李荣对蔡强说一次一万块钱 他一个月累死累活都不到一万 再加上他晚上卖水果 一个月加起来也就一万多 他们三口人全靠他赚钱 都要把他累死了 李荣说现在他的奶水足够 胸又大 为什么不趁着这么好的机会 多赚一些 李荣叫蔡强放心 他真的和他们没有发生关系 只是单纯的喂奶 顶多就是他们摸一摸抓一抓 这样就有一万块钱 他要是好好干上几个月 赚上了大几十万 他们儿子上大学的钱都赚出来了 李荣苦口婆心的跟蔡强解释了一大堆 蔡强认为李荣就是想买包 想瞎了心 赚多少钱都不够他买包的 蔡强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其实心里也心动了 李荣说的对 他整天苦逼哈哈的 一个月累死累活就一万多 而且还有被裁员的风险 他们公司的业绩在疫情之下 是越来越差了 有传言说还要继续裁员 而一旦蔡强被裁员 那他们一家三口就真的喝西北风了 总不能靠他一个人摆摊卖水果养活一家人 如果真像李荣说的 一个人就能赚一万块 趁着他还没断奶 好好卖上几个月 赚个大几十万应该没问题 那他们家的财政压力真的一下子就减轻了 蔡强也不需要像现在要累死累活了 今天他已经昏过去了 要是哪天猝死了 可真就完完了 李荣又说他知道他背着老公做这件事 是他不对 但他真的是想赚钱帮老公减轻压力 老公要是不相信 可以在家里装上摄像头 他和他们真的不会发生关系 李荣见蔡强有所松动 故意勾引着他 蔡强问是不是真有那么多人买 蔡强上钩了 他觉得自己可真够无耻的 为了钱 竟然让自己的哺乳期的老婆 去出卖自己的身体 去卖自己的奶水 这事要是传出去 他这张脸算是丢尽了 但是谁能跟钱过不去 几十万 想想就心动 最终蔡强还是答应了老婆 并在家里装了摄像头 也是预防风险 这些花钱的男人 谁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有个摄像头也算是有备无患 但蔡强没想到 一个月之后 李荣竟然赤裸着上半身 被他的客户玩死在了他们卧室的床上 连乳头都被割了下来 这一个月 李荣接了十几个顾客 赚了十几万 他不再让蔡强下班之后去卖水果了 说辛辛苦苦一晚上 也赚不了几个钱 那正好 谁想天天晚上去卖水果 蔡强晚上下班之后 就早早回家 做做饭 替老婆带带孩子 减轻一下他的压力 李荣又跟蔡强商量要买个包 李荣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毕竟钱是他辛辛苦苦卖自己的奶水赚来的 他有权利选择如何消费 蔡强在卧室装了摄像头 每天晚上偷偷在卫生间洗澡时观看 说实话 他每次看视频时都特别痛苦 哪个男人看着自己的老婆 被各种陌生男人玩弄心理能好受 但除了痛苦之外 却还有一种变态的偷窥愉悦感 就像是看黄片似的 李荣的胸部蔡强每天看 其实都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 但是从视频里看到其他男人在玩弄他的胸部 却又能激起蔡强心理的一种欲望 这种感觉真的说不好 他都觉得自己太变态了 而且看完视频之后 蔡强对李荣的欲望就会变得特别强烈 这一个月 他们做了好多次 自从李荣怀孕之后 他俩的性生活就已经完全不和谐了 但是这一个月 蔡强却又恢复青春 找到了初恋一样的感觉 李荣每次做完都说他 为什么最近这么生猛 蔡强没敢说实话 是因为看了李荣的视频 让他变得生猛 李荣也确实没有骗蔡强 他和这些男人的交易 只是单纯的男人们去玩弄他的胸部 没有其他附加行为 这也是让蔡强稍显心安的一点 那天蔡强下班回到家 打开门就听见儿子正在生死力竭地哭 这时他已经完全能听懂儿子的哭声 这样哭一定是饿了 李荣在忙什么 为什么不喂奶 儿子现在正在客厅的婴儿车上 蔡强赶紧走过去把他抱在怀里 嘴里还喊着李荣 孩子哭成这样 他怎么不管 但没有人回应 这时蔡强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几天下班 都是老婆早早就在客厅等着他了 但今天这是怎么了 蔡强抱着儿子来到卧室 但推开门之后 就把他吓坏了 李荣上半身赤裸着 奶水喷得到处都是 但是他的乳头不见了 他的眼睛睁得特别大 脖子上有特别清晰的勒痕 蔡强愣了几秒钟 又把儿子放回到卧室婴儿车上 去检查李荣 结果发现 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老婆李荣死了 蔡强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去看监控 但是手机连着的摄像头 已经找不到今天案发时的视频 他去看衣柜里安装的摄像头 但摄像头早就没了踪影 凶手竟然知道摄像头在哪里 他是先把摄像头拆之后才动的手 蔡强赶紧拿出手机报了警 110电话那端的接线员告诉他 让他不要去破坏现场 现在把卧室封闭 不要再进去 蔡强老老实实的听了话 半个小时左右 一大队警察冲进了他家 他儿子还没见过这种大阵仗 被吓得嗷嗷大哭 别说孩子了 蔡强也没见过这种大阵仗 等儿子大哭起来之后 他才想起来 应该让他妈来把孩子接走 他要配合警方调查 肯定不能一直抱着孩子 蔡强跟询问他的警察提了这个要求 他们同意了 在得知他妈就在本市之后 一个年长的警察 陈警官告诉蔡强 不用让老太太来了 他们直接送他和孩子过去 蔡强拿出一个包 简单收拾了些孩子用的东西 尿布湿 换洗衣服 奶粉玩具什么的 当然这些东西 警察都检查了一遍 蔡强妈住在老城区 她和李荣从结婚之后就不对付 没办法生活在一起 只是每个周末来一趟看看孙子 去蔡强妈家 开车也就半个小时 陈警官和另外一个警察亲自送他们过去 其实是为了节省时间问询 陈警官在路上开门见山的说李荣应该有情人 不得不说他挺厉害的 蔡强说应该没有 他这回有点慌张 其实他知道警察一定能查得出来 李荣死前一个月做了什么 但让他从嘴里说出来自己老婆干这种事情 真的有点难以启齿 陈警官叫蔡强跟他们说实话 这样才能帮助他们尽快破案 他应该也不想凶手逍遥法外 陈警官坐在副驾驶 现在正转身看着蔡强 他的表情很平静 但是那双眼睛却不怒自威 被他这么一叮 蔡强感觉有点坐立难安的 他低下头装作看孩子 其实是不敢看陈警官的眼 蔡强说李荣有没有情人 他不知道 但这一个月李荣确实接触了不少陌生男人 而且都是到家里来的 陈警官叫蔡强别打哑迷了 仔细说说 他们会给他保密的 陈警官一下就看出了蔡强窘迫的点在哪 蔡强便把这一个多月以来 李荣做的这个生意原原本本的讲了出来 陈警官倒是很淡定 但开车的那个年轻警察 听完蔡强讲的内容 表情明显就变了 蔡强都听见他要说粗口了 但刚说了一个字又憋了回去 陈警官问这些人都是怎么联系的 蔡强说他不知道 都是李荣自己联系的 他本身就觉得很丢脸 但又觉得确实赚钱 所以就默认李荣做这件事 但是细节上他没有细问过 蔡强全程低着头 脸憋得通红 陈警官继续问摄像头拍下的视频内容 是截止到何时 蔡强老老实实的回答 说他是把视频内容上传云端了 这一个月的内容都有保存 但是今天他回家之后 摄像头就不见了 云端的视频里也没有拍下是谁拿走了摄像头 具体时间他还没看 他可以把云端账号给他们 他们把视频拷走 陈警官说回头他让技术人员来找蔡强要账号 陈警官又问李荣的顾客都是怎么交易 转账还是现金 他边问边在一个笔记本上记录着 蔡强听李荣说 是他在医院认识的那个人帮他介绍顾客 然后也是那个人会把钱先转给他 但那个人是谁 自己也不知道 随后蔡强说李荣的手机里肯定有 这才想起来 好像在卧室并没有看到李荣的手机 接着陈警官拿出手机 给他在现场的同事打个电话 交代找到李荣手机之后 立马查手机里的相关信息 不一会到了蔡妈家 蔡妈看见蔡强被警察送来也吓了一跳 不知怎的 见到妈妈之后 蔡强的情绪才一下子上来了 他抱着他妈哭了好大一会 歇斯底里的 李荣毕竟是蔡强的爱人 虽然李荣这段时间因为卖奶的事情 他心里有些隔硬 但他毕竟是爱李荣的 现在想想李荣已经不在了 他的儿子没有妈了 蔡强一下子心就空了 如果他坚决阻止李荣继续卖奶 说不定他就不会死 一定是某个顾客杀了他 但是为什么要杀他 在蔡妈和陈警官的劝慰下 蔡强终于缓和了一下情绪 把儿子托付给蔡妈 告诉了他李荣被人杀害了 然后就跟着陈警官回到了警局 陈警官把蔡强送到警局之后 安排了其他警员接待他 陈警官又返回了他家 接待蔡强的年轻警察 先是要走了他的监控视频云端账号 然后就各种问东问西 有没有怀疑对象 李荣接待的顾客有没有认识的 李荣有没有说过哪个顾客特别等等 蔡强老老实实的回答 知道的就说 不知道的就不说 年轻警官健再也问不出什么了 就让他一个人待着 但是这时 蔡强真的需要有个人在身边 一个人待着脑子里特别乱 他在警察局待了足足有十个小时 在这期间警方也已经把他家调查完成 李荣的尸体也被拉到警局做尸检 做尸检之前蔡强还签了字 十个小时之后 警方已经完全解除了对蔡强的怀疑 而且也已经无法从他身上获得更多信息 所以就让他走了 陈警官送蔡强回家取了一些日常用品 让他先住在他妈家 因为他家是作案现场 说不定接下来几天 警方还会回来调查 为了能尽快破案蔡强只能配合 他请了假 住在他妈家 整天看着儿子泪流满面 警方破案真的很笑虑 三天之后 陈警官打电话 说凶手抓到了 是一个顾客 他让蔡强到警局一趟 会把详情告诉他 然后也可以把李荣尸体带走火化了 蔡强马不停蹄地赶到警局 找到陈警官 他要知道所有的真相 陈警官告诉他 其实这个案子挺好查 凶手看似聪明但是漏洞百出 凶手处理了现场 而且处理得很干净 所以现场没有留下什么实质性证据 凶手还拿走了李荣的手机 删掉了他和李荣之间的聊天记录 但恰恰是这一点 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李荣的手机虽然被凶手给销毁了 但他的数字信息 也就是电话号码 以及他的各种社交软件的数字信息 在云端是删不掉的 警方可以通过运营商进行调查 从蔡强提供的云端视频内容 警方把这一个月以来 所有李荣接待的顾客全都查了一遍 然后就是调取李荣的社交软件数字信息 查到了案发那天的最后联系人 锁定了几个嫌疑人 然后就是通过李荣银行卡的转账记录 查到了那个给他打钱的人 也就是给他介绍顾客的人 那人根本不是李荣在医院运期检查时认识的 而是早就认识的秘密情人 这个秘密情人蔡强不光认识 还熟得很 他正是蔡强的发小 之前关系最好的兄弟 刘洋 刘洋因为涉嫌组织卖淫和涉嫌诈骗 也已经被警方抓获 蔡强想揍他一顿都没有了机会 原来 李荣和蔡强结婚之后 他们两口子经常和刘洋两口子 一起聚会吃吃喝喝 刘洋是蔡强的发小 是蔡强在这个城市里关系最铁的哥闷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刘洋 李荣和蔡强结婚一年之后 他和刘洋就成了地下情人 两个人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完美 蔡强和刘洋的妻子竟然毫无察觉 这也难怪 平时他们四个人经常一起聚会 关系都特别好 谁会往这个方向想的 李荣和刘洋就这样保持着情人关系好几年 直到李荣怀孕生孩子 两个人的关系都没有间断 就在一个多月前 李荣提出想要买名牌包包 被蔡强拒绝之后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刘洋 刘洋告诉李荣 有一个赚快钱的方法 可以让他一个月买好几个名牌包 一听到赚快钱能买包 李荣非常心动 刘洋是做酒水生意的 和很多夜总会都有合作 所以也认识了很多夜场经理妈妈什么的 有一套自己的生意经 其中就有拉皮条 刘洋告诉李荣 以他这样诱人饱满胸部 再加上运气奶水 一定能吸引很多有钱男人 之后李荣就答应了 刘洋不光给李荣介绍客户 还从中间抽成 他收顾客一万五 只给李荣一万 当然他这么高的抽成 李荣一直被蒙在鼓里 就这样了 二个人一直保持这种合作关系 李荣能赚到钱买包 慢慢的心理包袱也就放下了 他觉得自己产奶奶妻也会很快过去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所以要趁着这段时间好好赚钱 李荣把自己的担忧也告诉了刘洋 刘洋就又出了一个坏主意 他告诉李荣 这些老男人都是有钱人 而且是有家有市有社会地位的有钱人 他们的这种特殊癖好是非常私密的 一旦被曝光出来 对他们一定会有特别大的影响 李荣可以把视频录下来 好好敲诈他们 李荣想了想同意了 既然都能出卖自己的身体卖钱了 何不赚的更多一点 而后刘洋和李荣就选定了敲诈对象 在家里装了摄像头 原来蔡强家卧室不光有他装的摄像头 还有一个刘洋装的摄像头 但蔡强从来都不知道 他们的其中一个敲诈对象 就是凶手江晨 他们先是用视频威胁江晨 敲诈了他五万块 江晨胆子很小 立马就掏了这五万块 但刘洋和李荣一点都不知道满足 拿到五万块 他们觉得江晨还能往外掏出更多 随后他们就又敲诈了二十万 江晨还是给了 紧接着他们又继续敲诈五十万 这一次 江晨拿不出这么多钱了 江晨确实是个有钱人 但家里的钱都在他老婆那里掌管 而且他还是个气管颜 之前的二十五万 已经是江晨这么多年私下积攒出来的 再让他拿五十万已经拿不出来了 但刘洋和李荣却越逼越紧 丝毫不给江晨筹钱的时间 江晨逼不得已 最终被逼得选择杀人 江晨知道蔡强家在哪 上门之后 李荣也主动给他开了门 但李荣不知道 这次开门迎接的是个死神 江晨胁迫李荣拿掉了家里的摄像头 然后活活掐死了李荣 掐死了还不解恨 还把他的乳头给割走了 杀完李荣之后 江晨清理了蔡强家 没有留下证据 但就像陈警官说的 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蔡强家里没有拍下他 但小区里和电梯里的监控视频 全都拍到了他 而且警方也找到了 江晨从蔡强家现场打扫 收拾好扔掉的垃圾 这些证据都是实证 江晨杀完李荣之后 还不解恨 准备再把刘洋杀掉 但刘洋这几天正好在外地 江晨还没找到刘洋 就被警方抓获了 刘洋这个该死的躲过一劫 李荣现在在蔡强心里的形象 已经完全破灭了 他火化埋葬时 蔡强没有再掉一滴眼泪 李荣的父母家人说他冷血无情 说他不是个东西 蔡强没有搭理他们 也没有把李荣做过的事情告诉他们 人死为大 即便是李荣做了这些糟心事 既然人都死了 也就过去了算了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请避养 请避兜